雪中汗刀行 第二十六回 话说紫竹林竹楼外 王重楼坐在剑师对面 跟着搅起了生茶叶 微笑着问道 奇迹牵引的如何了呀 只在太虚宫前出生的王小平点了点头 王重楼又道 你每次出剑载名 将徐凤年的刀法和契机都驱赶到一处 绿水亭在岸 暗藏见绝 可以倾心引导 不曾讲徐凤年以刀法雕琢其子 误打误撞 得了甲子习剑鹿的精髓 再者 不知从哪位高人那儿学来归西法 在封下深潭底部练刀 与我武当心法殊途同归 本仪我这大黄庭 最多赠予这位世子殿下十之三次 现在看来 十之五六也未尝不可 剑痴面露怒容 横放于竹桌上的陶木剑神徒 毫无征兆地跳跃起来 王冲楼伸手轻轻一幅桌面 古剑神徒归于寂静 呆子 你这极躁脾性 如何替武当胜过吴家剑中 十几代人积累出来的剑道底蕴呢 王小平笑了笑 捡起竹盆里的一把翠绿茶叶 大口嚼来 王冲楼打趣的 你真忍心 武道天道 都由你小师弟一肩挑起 西相终究只是个不到三十的年轻人 就不怕把他累中 我们这帮光长岁数不长悟性的师兄中 就你离天道最近 所以别看你美好脸色给西相 我却知师兄中 你最看好这个小师弟 所以啊 等那世子殿下出了山 你再用心些 挑起担子 学那吴家剑中的吴六鼎 四处行走一番 东海南海北梁西满 逛一圈 说不定你的剑道就成了 做而论道 可从不是一个好听的说法 武当第一呆子点点头 神情落寞望向这位 言谈轻松的大师兄 王冲楼看到这视线 爽朗的笑道 不过小小大黄庭 比起武当千年大计 算得了什么呀 剑吃王小平摇摇头 大概是想说呀 这大黄庭不小 王冲楼不理会这些 让习相偷偷藏起了几颗棋子 这会儿世子殿下大概是没找着我们小师弟 只能苦兮兮去谈底找世子了 我得抓紧时间咯 剑吃下意识的伸手去握住桃木剑 武当长教摇摇头 缓慢起身 走出紫竹林 王小平呆呆坐在竹楼前 转身一剑 劈倒竹楼 一个高手会讲究契机 一个王朝有契运 而一个宗派也有契相 也说 天下道门三足鼎立 龙虎山被黎阳王朝气中 当了道统数百年的支牛二者 四大天师一个比一个神通玄傲 而且龙虎山天才辈出 几乎每隔一带都会冒出一两个 有望长教的不出世天才 最近一百年 有写出太极金丹的葛洪 将外丹斥为旁门左道 洋洋洒洒是二十万真言 矛头直指武当 把武当的丹顶派 劈的是体无完肤 五十年前出现了一个 以一己之力 屠戮殆尽摩门六位护法的齐玄镇 只可惜直到在龙虎山展摩台语化 这位真人都不曾跟王先知一较高低 否则天下第一就不会空悬了 三十年前横空出世了一个精于内丹大道的护国天师 硬生生将老皇帝的寿命逆天篡改 绵延了整整十五年 传闻是以命换命的法门 这位壮年时曾自言要活三甲子的国师 不到古西便驾鹤长去 却给龙虎山带来了百年荣华 十年前 佛道进行了一场持续百日的争辩 最终被一个横空出世的龙虎山不知名道士给盖棺定论 熟灿莲花 教理精妙至极 本以胜券在握的两禅寺只能认输 而武当 貌似百年来就没任何拿得出手的人和事 何来的堂皇气象呢 若非他王重楼修成了大皇庭 恐怕这座山除了虔诚的北梁相克 都要已经被世人遗忘 天下还有大小莲花风 还有玉柱 还有玄武当兴了 话说这日 红喜像跟着山上最长寿的师兄宋知命一起练丹 却不是在那丹炉规模假天下的青云风 而是就在这小莲花风上 只有半个人高的青铜炉 耗费木炭硫磺丹石都不多 没有挑良辰吉日 没有筑坛画路 更没有摆设那些镇邪驱魔的宝剑古镜 这外人看来 怎么都不像是在炼制上好丹药的架势 可宋知命确实紧张万分 比在青云风上更重视白贝 蹲在地上亲自掌控火后 两缕白眉下垂都没注意 宋知命这般年岁 炼丹无数 许多都通过各种途径渠道 送去了达官显贵手中 甚至是京城那边的皇亲国戚 知命丹在王朝上下颇有声誉 可老人却知道 自己炼丹如同修道 物性有限 只是穷极人力物力 少了阴阳圆容 所以当初太极金丹面世 宋知命也只是苦笑 想要辩驳却无可奈何 但小师弟上山后 辩蓝典籍 愣是被他走出了一条新路 不拘泥于内丹外丹 内外兼修 因此这些年炼丹 不是宋知命教洪喜相 如何去降龙拂虎 调理五行 反而是老师兄心甘情愿 给小师弟做起了烧火道童 在世子殿下眼中 这个骑牛的最是游手好闲 可在所有师兄弟眼中 宋喜相却是真正的有望 力挽狂澜的真武大帝转世 四千字参铜器炼丹法 在长教王冲楼看来 完全就是道门五百年来 最妙不可言的秘点 他哪里是在教人炼丹呢 根本就是在教人 如何得无上大道 王冲楼从不讳言 正是这四千字 让他生出了修习大黄亭关的信心 还有那徐凤年学道手的拳法 分明柔和玉柱心法 和武当剑法的最高境界 也不是如宋喜相所说 从这经书阁楼当中找出来的 而是由这位年轻师叔祖日复一日 枯燥占卜 有所感悟 最是契合天道 骑牛的年轻道士 哪里知道自己这些作为是何等的惊世骇俗啊 恐怕知道了 以他被世子殿下天天骂作缩头乌龟的胆小性子 也只是唠叨一句 山下太下人 小道我不成为天下第一前打死都不下山 洪喜相紧皱着眉头盯着丹炉 突然扯起宋师兄长道 撤 宋之命心之不妥 一炉耗费金银无数的丹药再珍贵 比得上小实力啊 立即双袖子一卷 就带着洪喜相往后急速的飘去 一声轰鸣 丹炉炸裂 整个武当都听得到这刺破耳膜的巨响 各个山峰道馆宫殿都能瞧见一股浓烈的青烟鸟鸟生起 并没打惊小怪 抬头看见这股烟之后继续干活 我们这师叔组又调皮了 小莲花封上的师兄弟两个十分狼狈 宋之命倒袍子袖口都破成了布条 好歹是护住了罪魁祸首的小师弟 洪喜相跑去心腾青铜丹炉 这炉子可是他一点一点亲手锻造而成 何况武当这些年相克数量江河日下 山上是出了名的手头结局 若非宋师兄在青云峰上没日没夜 不错过任何一个好日子的开炉炼丹 早就穷的叮当乱响了 两袖清风 就真的就只剩下两袖子清风了 毕竟武当不是龙虎山呢 这边山上虽说是自给自足不难 可要做再多事情 那就真是有心无理 洪喜相心思简单 可不意味着他就是个不按事事的笨蛋 若把凡普归真当成幼稚 那世上就真没有聪明人了 掌教大师兄 为何请世子殿下来武当 洪喜相自然一清二楚 但并没有如小王师兄一般怒恼排斥 洪喜相蹲着看到破炉当中的一滩泥般的担忧 伸出两根手指头粘起一点 放到鼻尖闻了闻 愁眉苦脸 还离得远 三师兄 看来要借用你的炉子了 到时候你可别骂我 小王师兄都不让去他的竹林 要是再不去青云峰 慈眉煞目的宋知命看着一脸愁容的小师弟 他哈哈大笑 好说 好说 洪喜相猛然望向天空 愣愣出神 宋知命记起许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大趣道 小师弟 这一年时间你可没少跟十四殿下套近乎 怎么 舍不得那姓徐的红衣姑娘 如果没记错 当年的女娃娃在大雪天裹了一身大红上山 你眼睛可都瞧直了 洪喜相哭笑道 三师兄 连你都来 现在就只剩下小王师兄没笑话我了 那时候我才十四岁 懂什么呀 宋知命笑问道 你今年几岁啊 从不记这个的洪喜相 用心掐指算了算 二四 二五 宋知命玩味笑道 那你倒是记得清楚 是十四岁见到的那女娃娃 洪喜相不说话了 继续对着天空发呆 那年呢 北梁王府以大驻国徐霄为首 浩荡尽百人登山 那时候大驻国刚刚踏平半座江湖 天下人都幸灾乐祸 等着北梁铁骑 连武当一起碾压过去 却没料到这趟上山 徐霄却不是要拆掉 选武当兴的牌坊 而只是烧香 从他带去武当的一小撮人 便可得知 正值窦寇出掌城的大女儿 徐之虎 诗文才气开始 名动天下的二女儿徐卫雄 一身莫名殷气的徐凤年 始终憨傻的徐龙下 上了山后 大驻国子女四个 就胡乱的游玩起来 其中就数着徐卫雄 最为跋扈傲气 在真武大帝雕像后边 刻下了发配三千里的字样 歪歪扭扭 却已显腹中争容 武当得知后哭笑不得 连半句重话都不敢说 这姐姐徐之虎 倒是没什么出格举动 瞎转悠 最后啊 见到了一个奇牛的小道童 见面第一句 他便问 喂 小道士 你多大 青牛背上的小道童 红着脸想了半天 等到确定自己年龄岁数 那雪地里格外惹眼的红衣女孩 却已经不耐烦的走远了 只留下那时候 已经是武当最年轻师叔组的 红喜相 难难道 十四啊 第二次见面 却是他马上要出嫁千里之外的江南 仙鹤盘旋 人间仙境 在小莲花峰龟驼碑附近 他见着了红喜相 小文道 喂 小道士 这山上多无趣 要不你嫁给我 多有趣啊 他还是仗红了脸 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后来便没有后来了 再也没有见过面 他只知道他叫徐直虎 喜欢穿一身刺眼的红衣 最后就只是那一日 听他自言自语 说过一句 好想骑上黄鹤 红喜相再次掐指 破裂一天两算 再算这辈子能否下山 再算能否骑鹤下江南 他不知 如此前无古人后来者的下山 那一定是会被当作仙人 武当山巅 乌云笼罩 隐约可听雷鸣 红喜相猛然抬头起身 望去悬仙风方向 武当八十一封朝大鼎 山势灵秀至极 可那琉璃大鼎 却生出了异象 小莲花封上 宋之命发现 执掌道德清规的二师兄 陈瑶 四师弟 于兴锐 五师弟 王小平 都聚集到身后 陪着小师弟 红喜相 一起望向那玄仙观方向 只见奇牛的 狂奔道龟驼碑 一跃而善 站在碑顶 食指掐动 眼花缭乱 别看小师弟 总记不住自己岁数 算术上 却是造诣精神 一经四点 皆滚瓜烂熟 融会贯通 在这捕乌一数上 是一记绝尘 超出同辈师兄 是一大截啊 连当年算出了 玄武当兴五百年的 上辈掌教都自叹不如 曾言 清除于兰 而胜于兰太多 红喜相额头渗出汗水 跌坐在杯上 一群师兄 跟着紧张起来 于兴锐 站在龟驼碑下 小心的问道 有变功 红喜相抹了把汗 坏坏的叫 天眼无物 只是这场雷雨 比我预算的生吃要小 不够让龙虎山的 那几位鬼祟人物 吓破胆子 于兴锐 几人如是重负 相视一笑 掌教师兄 修成了大黄庭 已经放话出去 死对头龙虎山 自然要让人来 一探究竟 指望武当啊 是狗急跳墙的虚张声势 大师兄 悄悄出关 早早隐匿在 黄庭峰上的龙虎山 数人估计就不以为然了 将武当 视作打肿脸 冲胖子 于是江湖上有传言 王重楼所谓修行 大黄庭 只是个孤明的噱头 小师弟气不过 就专门挑了今天这个日子 是武当 几十年一遇的真武浮摸日 每次都会惊雷乍起 大雨倾泻 大黄庭观 简言之 便是洁大丹于炉间 相归隐气至灵根 契机与天地共鸣 道士换作真人 取自大黄庭经中古语 仙人道士非有神 鸡精累气 以为真 修成了大黄庭 才算真人 如十下世人喜好 见诸任何一位道士 便泛滥喊作真人 不可同日而语 佛道相称 以数百年 可有一点极为通气 那便是 佛道乃出世人 修出世法 不推崇武力高低 故而龙虎山当年 出了一个 公认神通无边的齐玄珍 声誉是如日中天 却也只得是 降妖戳谋 并不曾与王先知 争夺名声 前些年 王冲楼一指断苍蓝 被好事之徒 放入十大高手之列 龙虎山便极为鄙夷击 公开半公开的 说了许多难听话 连龙虎山的那些个 智嫩黄口的小道童 都在传送一首 编排武当掌教的歌谣 对此 王冲楼倒是 不争 不变 不言不语 断江救了落水百姓之后 便上山闭关 修黄庭 于兴瑞笑问道 小师弟 这世子殿下 能得大黄庭 吉许啊 洪喜相叹气道 约莫 十之五六应该有 于兴瑞震惊道 那此子内力 岂不是冠绝武当 洪喜相摇头 那还需要 相当长时间去销唤呢 陈瑶无奈道 这些日子 武当耗费心机 去给徐凤年 拓展经脉俏学 废去丹瑶无术 就如同在他体内 挖出一个深潭 而长教师兄的内力 便是那条 悬先锋瀑布 冲击而下 迎满便要已出 吸纳半数仪式 天大福音 如此也好 大师兄 还能留下一半大黄庭 洪喜相还是摇头 未必 陈瑶疑惑道 此话怎讲 洪喜相泄露了一个 长教王重楼闭关 前便告知自己的机密 当初长教师兄 是按照世子殿下 体内气血去修的 所以不管世子殿下 最终能接纳多少 大师兄一身大黄庭 只会尽数散去 点滴不胜了 于兴瑞是脸色苍白 喃喃道 这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啊 陈瑶苦笑 长教师兄何苦来哉 我武当 再示威不计 也不需如此畏惧 那大驻国呀 王小平看了眼天空 转身离开 洪喜相头也不转 只是轻声道 小王师兄 别去黄庭峰 找龙虎山道士的麻烦 会误了你的精纯剑心 不杀 不当杀之人 一旦破裂 神徒剑上心魔缠绕 盖过了先机剑意 这一辈子小王师兄就与剑道渐行渐远 越是努力时分 便越是远离时分 王小平停了停身行 只是略坐停顿 便心无挂碍 依然背负神徒 潇洒远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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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